新加坡金门会馆所捐赠的超过一千册的文件和书籍 反映了金门人在新加坡和金门之间所建立起的跨国商业网络和情感联系 今天,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馆员李梅宇女士将通过馆藏资料 探讨新加坡金门会馆在新加坡和金门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李梅宇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和东南亚馆厂的图书馆员 他的兴趣包括新加坡华人社群 他也是2012年加书底万金新加坡桥批文化展 以及2013年跟追溯家族历史展览指南的作者之一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女士 李女士请 谢谢玉梅 大家傍晚好,我是梅宇 如果大家看不到我的PPT或者听不到我的声音 麻烦你请用那个chat的功能跟我的队友联系 OK 那我们今天的讲题呢 就是通过这个新加坡金门会馆的特产 它里面这个馆藏资料 来看新加坡的金门社群跟他们的原乡 金门之间的这个情感的联系 还有这个跨境的影响 就包括在商业方面的 在救济方面的等等的各方面 那我今天的内容是这列出的以下七点 前半部分会比较介绍说 提供一些金门方面的这个历史背景 那就后半部分我会挑出一些文件来细讲说 他们的这个不同的功能 那OK我们现在首先要知道就是说 金门其实是在哪里 它的地理位置 就有些人可能不大清楚 那其实金门呢 它并不是单单一个地方 而是说十二座岛屿所组成的一个金门线 那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是在那个台湾和厦门岛之间 那如果说以地理位置来来测量的话 它其实比较偏靠近厦门 所以在文化方面属于就是南方的这个文化 福建群的这个文化语言等等 那其实金门 金门级的人士跟新加坡有很多渊源和关联 就是因为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了 那时金门曾经出现了这个四次的这个大量的海外移民潮 主要是因为是因为当时新加坡就是在发展这个经济 那需要很多劳力啊还是还有很多那个商业的这个机会 所以那是中国可能就比较战争就比较不稳定 然后经济发展可能也没有这么好 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外出去谋生 那刚好这段时期其实新加坡是他们最多金门人移居的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左手边有一个阳楼 这个阳楼其实现在在金门还是看得到 那他是陈锦兰洋楼 那陈锦兰其实就是新加坡一个很成功的一位三人 那么因为早期的这些华侨移民呢 他们最终的愿望其实就是说要落叶归根 就是如果成功的话他们有时候会回乡 然后建一些祖籍或者祖屋住宅这些等等 那陈锦兰就建了这个阳楼 所以如果你到金门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比较不同文化的这些设计的阳楼 就是他带有一个西方建筑的这个特色 就是包括好像陈锦兰阳楼有一个很对策的这些拱门 然后有一些很精致的一些雕刻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金门可以去看看 但其实金门先贤就是他有很多非常出类拔萃的这些人士 就而且在各行各业 包括政治啊金融文化教育等等 那我这边提到的就是李诗他 黄粮汤黄安吉正古月 黄祖耀 蔡其生成都汉这些等等 他是比较属于就是商业方面 商人非常成功方面的 那么我们还有就是林亨南 徐颖之薛长白这些 陈锋兆航船 方百成这些等等 他们是就是文化教育这方面的 如果你想知道这些人的这个 传记或者他其实有很多这个新加坡传记 人物传记他们都有刊登就是写关于他们的生平 可以去去去看看 那么甚至在联合早报呢 也曾经就是做了一些专题报道 这样这个我调出来的这篇其实就是2018年 当时在联合早报出版就是写关于李诗他的 那李诗他其实就是金门会馆 在创办时期他推荐了大力推动 然后他是担任了那个大总理 那他不单单在就是本地的金门会馆这边 就贡献良多 他在各方面不管是在金门或新加坡 或者说是建设方面都非常的积极 那不管统计医院这些 他也有捐赠一些钱这些等等 所以如果你想细看他的一生呢 你可以去联合早报就是10月27号2018年 他们出版的这篇报道 那么2015年早报也是有出一篇关于林冠权的 那林冠权可以说是金门就是文化人士的 其中一个代表人物 那他出名的就是他成立了那是新加坡 最早的一间出版和印武馆或者印刷馆 OK叫做古有轩 那他也成立了就是本地的这个第二份的华文日报 叫做新报 那林冠权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水准的一个如山 可以这样讲他也有出版一些他自己写的一些啊 马来文对照这个啊 闽南话的啊字节 像是啊通鱼西语华语华语通语这些 那华语通语啊 其实现在是我们图书国家图书馆最早的一本啊 这类型的这个字典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啊就是看一看这个这个字典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呃 经文的历史 然后这些人物 呃那华侨早期 他们啊 出外谋生通常是可能啊 一个人打拼天下 那么啊 一般上他们就会啊 设立一些啊 社团 就是互相照顾 呃提供一些啊 呃救济的或者互相帮忙之类的服务 或者祭祀之类的 提供祭祀之类的这些啊 场地这些等等 那呃 新闻人在新加坡也是有成立很多间这个啊 中箱会馆 那么去一下这个2007年的调查 我们就是知道说他啊 到今天为止还有就是24间 那24间我们主要的这个团体要提到就是啊 这个早清呃 三省阶层组成的这个金门会馆 那还有这个劳动阶层所组成的乌江工会 呃 福吉庙就是金门会馆的前身啊 那他其实是呃 1876年成立于这个石密世界49号和51号 那我这个左边这个图它是1935年所拍摄的这个福吉庙的建筑 那那金屋江它是啊 这个乌江工会的前身大概是 创立1876年前后这样子 但是也是成立于这个直落亚一街 那么呃 呃 呃 乌江工会它有搬迁过几次啦 呃 那么 那左图其实就是它1954年在这个呃 呃 十四阶88号的那时会所这个照片啊 那现在呃 呃 乌江工会呃 呃 福吉庙还有这个金门会馆呢 其实已经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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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们呃 1985年呃 这个新大厦 就是在呃 呃 新新丽路72号 呃 呃 就是现在的那个呃 呃 妇女主角妇女医院的对面了 所以福吉庙是在四楼 那么呃 金门会馆的和乌江工会的那个办公 其实办公区是在三楼 那我们呃 国家图书馆就很荣幸就是新加坡金门会馆 在呃 2019和2020年呢 他捐他们捐赠了一批非常啊大批 然后呃 非常呃 呃 广泛资料的这些啊 超过1000册书籍还有这个文件 给我们 那呃 呃 这些文件大概分成以下 是呢 就是呃 会馆的出版物 呃 战前置战后的这个内部文件 那内部文件我指的就是好像议案部 呃 会议记录 战部啊 来往的这些书信等等 那么他还有很多这个呃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是各个中乡会馆的纪念特刊 年份大概是1950到2000年代 还有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这些华文作家的这个文艺作品 呃 呃 所以大概年份是1950到1990年代 呃 战期文件啊 呃 他主要分类成四个机构啦 那么呃 或者说呃 四个不同的呃 OK 年年代 OK 第一个就是那个福记 福记庙 就是金门会馆比较早期的时候 然后呃 金门会馆 啊 啊 然后这个金门会馆 他本身这个商业的有联系 跟他有联系的 他成立的这个商业机构啊 所以就是他的轮船公司 还有他还有一个旅社部 呃 是比较呃财政方面的这些资料 那我们所发现的这批呢 他的呃 年份比较久 就是22年到30年代 那么他有包括呃 财政方面以外的资料 像是呃 一些人事方面啊 救济方面等等那个资料 那么待会在后面我会细讲呢 OK 这个是一个打开的一个表格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哦 所以那个呃 其他会馆的这个呃 纪念特刊呃 西马文艺的作品 大概是900多件 那么我们的轮船公司和旅社部 相关的作品 大概有300多件 呃 那么关于福吉庙和金门会馆的 只有80多件 那呃 我先谈一下就是呃 这个福吉庙金门公司和金门会馆 呃 之间的关系啦 那他这个金门会馆呃 呃原先成立的时候是呃 呃以这个福吉庙的身份成立 就是1876年呢 李氏他他就是跟其他呃 呃好几位金门的这个侨领 就是要以一个祭祀神明 还有一个联络呃 呃协助乡民为由的这个呃 呃 所以理由呢 来提议要建设此庙 所以他们呃 呃筹了六年 那么福吉庙就在呃 1876年成立 那1911年的后呃 呃华良坛就接受了呃接认了这个福吉庙的事宜 他就设了一个呃办事处在庙后的呃呃呃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办事处也也同时是呃 呃同乡 在这个条例下 那么福镇市豁免这个金门会馆 或者福基庙注册 这个条例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金门会馆 这个词正式出现在一个正式的一个官方报里面 那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在做这方面 看金门会馆早期资料这些研究的时候 其实福基庙金门公司和金门会馆 这三个名字他们有时候会通用 所以这个年份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给大家知道 福基庙成立的时候 他其实为金门的这个开发 还有经济发展 赈灾政绩方面的活动非常活跃 很出名的就是他在1913年 这个黄安吉以金门会馆总理的名义 他就联合了这个陈藩税 还有好多的这个新加坡三省 就是123人 谈请这个福建的巡安许世音 就是请愿说把金门岛设立为限制 那其实之前也有人就是请愿过 但是他设限制后来成功 就是很多时候是归功于这个新加坡 金门山口的这个大力的推动 所以设置限制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其实提升了这个金门 在福建省的这个政治地位 那么金门会馆在新加坡和金门 还有很多 像我刚才说很多的公益事业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的早期的史料的时候 他会他就显示这些事业主要是集中在以下 就是教育文化福利的慈善这方面的 祭祀的联谊活动这方面 还有就是金门的治安 就是有一段时期金门的治安不是很好 所以有华侨如果回乡 可能会被就是绑架或打劫之类的 所以他们有特别探讨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基础建设像是铺路建桥等等 还有实业开办等等的活动 他们都有都有参与 现在的金门会馆呢 他还是有这个服务社会联系乡情和传承文化的这个责任 那他们就有设有这些奖学金 还有这个文教部和青年团 就是专门就是大力去推广这个文化教育等等 那么他们还举办还有出版 就是有关这个华族文化的活动和书籍 那么接待世界各地的同乡团体 还有就是有积极参与就是新加坡的一些文化的艺术 还有慈善的活动等 这个是其中一个文件 就是它是金门福祭庙会社新加坡一城存记 它是一册 那我们翻里面的时候是看到它的年份有1925 1926 1940 那这种董事的会议记录很重要 因为董事的会议记录 它会记录很多这个他们当时所决定的很多决策 那个过程 然后大小的事宜等等 像有一个我可以提出就是 他们曾经讨论就是金门商业学校要成立 就是在金门 那他们要帮忙这个募捐的活动 我们在找 OK 那就是 刚才我提到的那一篇 就是他说了中华民国15年5月9日 那么下午2点就是召集第二次的这个董事会议 商讨这个金门商业学校的成立 我们还在这个特产里面呢 找到就是其实唯一的一份 这个金门商业学校它上夏季的这个季制表 那么年份是1927年 这个金门商业学校是由这个金门的三团 就是他们要培养后期之秀 就是因为金门人在商业方面是很有才华 就是很多出名的人士 不管是在金门还是在新加坡 所以他们就成立要成立这个学校 来灌输这种新的商业知识 那他当时就有联系金门会馆 就是要求就是可能帮忙募捐这些等等 那其实也有蛮多新加坡人有就是回去成为这间学校的学生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上夏季的禁制表 所以他上牌那个红宽是上季的禁制表 下牌那个是夏季的 那我们这个要怎么去看 OK 上面那牌就是他的禁 就是他收的 收的钱 OK 我们看到就是很多这个名字 他们交了多少钱等等 那我们看下牌 下牌是出 就是我出了多少钱 那么他看到下牌也是很多名字之类的 那每一行他可能会做一个总计 然后在最尾端就是进和出扣除的 那么总计是多少这样子 然后你们他最后一行就是说 这个上夏季禁制表是写给谁 这个情况是写给这个蔡家中 还有陈锦兰这两位董事 那下面我们就看到这个 商业学校的他这个印出了 那大家看一下 因为你们看得到任何数字吗 可能有一些前辈就看得懂这个东西 可能比较年轻人 我们就可能觉得说 这个为什么是禁制表 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数字 OK 大家找一下 然后我再讲解一下 OK OK 刚才你们可能没有看到阿拉伯数字 所以你不认得 其实有刚才有一些符号 是所谓的苏州马 就是你看我的左下图的第一行 他这个是苏州马 就是当时宋朝的时候 那些苏州山团所发明的一个符号 是传统华人商人作战用的一个符号 所以如果你在研究早期这些 华人商业团体的他们这个战部 他们多半是用苏州马 苏州马它有很多不同名称 那你看我的右下图 你会看到有个叫花马 它也可以叫做花马字 所以我有两个图 那苏州马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在用 那比方说如果你去旅行 可能香港还是台湾有一些吃饭的地方 他的这个菜单他可能用的还是苏州马 就是他没有用那个阿拉伯数字 所以你们看我的左上图的那个照片 你们就看一下 先我们来考考一下 如果你要一叠牛栏或猪手 你觉得那个价钱是多少 他的上面那个是用的是苏州马 那烙面每叠有多少 米粉面每碗多少 OK 我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你就用那个苏州马 你对照 你的阿拉伯数字或者汉字这些 OK OK时间到 我要揭晓了 我们来看一下 牛栏和猪手每叠多少 钱 如果用阿拉伯数字来写 是70元 那大家有没有猜对 我们现在看第二 那烙面每叠呢 27元 米粉面每碗22元 OK 这个是一个小游戏 希望以后大家看到这些苏州马 你认得他 他也认得你了 OK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文件的这个资料 我们有看到就是董事一样部 就是金门会馆的 年份就是1929 1933 有两册了 那同样的这个董事会议是很重要 因为他让我们了解就是他的这个决策过程 然后有什么大小事件的发生 那我们看一下 所以就说了他是18年12月29日下午2点开了第二次董事会议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meeting agenda 就是说今天会讨论什么事宜 所以我们从里看到他有包括人事就是什么人辞职 什么人代表了什么活动 那么还有就是本会馆的存款给华山银行多少 那么还有我们要做一些赞助平民的一些事宜 除了会议记录 还有我们的金门会馆的赞成 福吉庙的治理赞成 赞成也是很重要 他让我们知道他的整个会馆是怎么架构上是怎么运作 OK 我们看一下细节 这个是福吉庙的那个治理赞成 那他第一排他就是介绍 讲解就是说或者记录 记录当时这个福吉庙他的租金啊 有什么地坯啊这些等等 所以他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他这个财务的这个状况 OK 馆员就是说 你要有什么资格才能成为注册为金门会馆的会员 那我们这边看他就是说 凡属中国福建省金门县人 而履居于英属马来游或 和属东印度者 就是我们所说的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或是此等人的后世 他们的后代 OK 就可以登记为会员 OK 那这一部分呢 他讲的就是说这个金门会馆的行政里面的架构是怎样的 他这边就谈到说 社总理一名 那么副总理二名 服务员一名 财政员一名 查站员一名等等 所以我们知道他整个这个运作的架构 就是谁有什么人员这些等等 那除了比较早期的呢 我们当然还有就是 战后的一些内部文件 像这个筹建金门会会馆大厦这个部 就是这个左边这个图 因为我之前提到就是金门会馆大厦 就是1985年他们搬入这个新大厦 所以这些文件很重要 因为他记录这个搬迁的这个过程 然后我们知道一些细节 就是从这里可以知道 那么还有他的会员大会的记录 还有日清部等等 就是一些财政方面的东西 南洋工山补习学校并不是金门会馆成立 但是他跟这个新加坡金门人 有很大的关联 OK他其实就是现在位于 当比尼的那个工山小学 这样我在翻的时候 看到他就是里面这个 第五期的这个重看 有蛮多细节是 很多那个历史资料在里面 我调出了两页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他所开示的课程 所以我们知道他从 初小一年他有到初小四年级 那么补习班方面他有这个普通的补习班 这个国文补习班 国语补习班 英文补习班 看一下他的 瘦身的那个年龄 我们看到有六岁到三十二岁 每一个班大概是多少个学生 那么年龄界也在哪里 所以我们知道补习班其实他是年龄偏比较大的 那如果我们看那个中小四年级 其实你看得到中小四年级最大的那个年龄是在十七岁 连他也有十六岁十五岁十四岁的 所以他反映了当时这个华人教育的这个课程 就是这个我们讲是学生的那个年龄群 他们的一些细节这些等等 右边这个图是学生的那个保护人 就是应该是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这些等等 那他反映了这些人人士的他的那个职业 所以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做从事杂货山 然后接下来是书记 然后工人海员土产山等等 那你看到最下面最少的 其实就是这个从事马车业 武金山教育牛车夫这些等等 我刚才有提到就是金门会馆 有很积极的在出版这些关于金门的这些文化方面的资料 那所以这边有几本我就挑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有关于写作人员的话 就是就这本新加坡金门集写作人作品选 如果是关于他们的商业的那些名人 我们就有那个金门人奋斗创业的故事 如果是关于金门美食文化这些就有金门美景嘉窑传千里 那如果你想知道就是各种先贤路 就是人物传记这些 你可以看一下金门先贤路新加坡篇 金门会讯 会讯很重要 因为他相比于纪念特刊 因为他出的比较比较频繁 我们可以知道说更多的细节 就是做了什么活动 然后举办了什么东西这些等等 所以我们很高兴是金门会馆 这是他就是捐了很多这个会讯给我们 就很齐 所以有助于研究他们在这方面 这个发展各方面 那么还有这个他们捐赠了这个金门会馆的大厦 就是85年他们搬进了这个大厦 这个的落成 还有成立116年的那个中年的纪念特刊 还有就是马来西亚文莱这些 不同的华人社团的这些一些纪念特刊等等 那么第四个这个湖峰社会 其实也是金门人社的一个社团 所以你如果有兴趣 我们可以去翻看一下这些社团方面的书籍 了解一下我们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这些华人社团所成立和创办这些社团 刚才是社团方面 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金门集 原制金门集的这些作家 那我挑出一部分 就是好像有剧作家关心仪的书籍 作家范然 诗人寒川 还有书法家邱少华 当然还有更多 但是我没有办法在这边一一给大家看 那么邱少华很穿 他们也是有出版 比这些还有很多的作品 那都在这个特产里面 那个就是我之前有提到 就是那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 那个华文的这个作品 文艺作品 就是五十六十七十到九十年代这些 所以我们也是很 他也是 这些东西也是很重要 因为他帮我们 就是理解说我们这个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这个华文的这个文艺作品 这些人作家的发展这些等等 那文艺作品是研究 关于他们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资源 或者资料 那我刚才是提到了这个金门会馆 福建没有金门公司的部分 那时间关系 我就现在要进入这个商业机构 就是轮船公司和金门公司旅社部 他的成立 我给大概给一个背景先 就是1922年因为金门交通不变 那金门会馆他就决定成立这个金门轮船 股份有限公司 那就是为了给乡民提供每日穿训 厦门和金门这个轮船服务 也就是说他是从新加坡到厦门到金门 然后在金门厦门到新加坡的一个一个路线 那他的办事处是设在新加坡 事务所设于厦门 OK 那他注册的话 其实是跟那个中国农商部注册的 OK 那是设立的时候 轮船公司以4000股 每股10元 是总额是4万元 乐比作为资金成立 那金星轮呢 就在1923年正式启用 那他不但就是方便了这些乡民的晚来 他还帮助这个侨会能够更快速的一次过带回金门 那我们知道那时就是很多 华侨的这些家人 他在中国的时候是在等待这些侨会 来维持家计 或者各方面的建设也是靠这些侨会 所以这很重要 那中日战争期间呢 金星轮曾经被这个金门县政府征用了 然后后来短暂是有被其他轮船公司接受 那金门公司在1948年收回 后来就是继续了提供这个轮船服务 但1954年之后呢 他就改行在这个澎湖列岛这些 这是金星的金星轮船的一张照片 那金门公司他有设立这个旅舍部就在厦门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轮船旅人提供这个住宿的服务 那中日战争的时候 他这个旅舍部其实收容了难民 那么最后在厦门沦陷之后呢 就在1938年停止营业 我之前有提到说战前有一批文件呢 他有提到就是属于轮船公司和这个旅舍部的 那他的文件分类大概有以下五种 就是有收据营业报告 劫测部 劫测部就是可能就是每个月的劫测 或者每一年的劫测 或者每半年劫测这些等等 那还有华侨银行 他们的存款的这个条目对数单 那可是大多数是很多是来往的书信 书信的内容呢 很多是这个轮船公司旅舍部 他向那个董事报告的一些事项 所以有包括财务报告 传务方面就是可能精心 人需要修那么用了多少钱 这些等等那是几时 然后人事就是可能有什么人辞职 或者聘请了什么人等等 贷款就是他们也有贷款 然后收利息这些这方面的这个商业活动 救济就是如果有什么乡人 可能只剩下孤儿寡妇 他要要求就是金门工 人团公司办法救济一下 还有公司注册 就是我刚才提到 他是在中国农商部注册的一些文件 OK 我调出了一些文件给大家看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布告 你们看不到那个布告的细节没关系 看一下我下面解说 或听我听一下我的解说 开始就是一个标题 就是未途经后金门航行便利 劝请劝告乡人 那这部分就是说 这个金门和厦门其实很靠近 但是却航行不变 虽然说近期有一些船 有一些轮船可以船行的 但是呢 这些船的那个船机非常成就 行事很缓慢 而且那个行情也不定期了 所以造成很多不便 也就是旅途有所延误 他还有提到这些大多数是出自这个异乡人之手的 那他们只图那个盈利 所以是不提却乡人的 所以呢 南央桥山就要组织这个金门轮船 要购买这个坚固便捷的轮船 穿走于这个路线 那么还要设这个旅舍部以厦门来提供住宿 这里就有提到 就有一厢人呢 用了同样的方法 就是他们用他们的轮船 跟一些当地的客栈或者旅舍 有这个联合作关系 然后尝试竞争 那么因为那么那个轮船公司就因为竞争关系呢 有停使 那么他的布告就说明说 其实这个金星轮是由这个南央下面 因为体却乡人所组织的一个轮船公司 那我们这些乡人不应该因为贪图便宜 而不支持他们 所以应该如果说你要他轮船的话 以后请选就是竞争人 如果要住宿的话 就请选择他们的那个旅舍部 那最后一个框我们看到的是 有23间这个在金门的官方和被官方的这个机构 还有学校的印出 就是他们支持这个布告的内容 他有包括教育局金门商会 金商宝董工会金门工学金门高原学校等等 这个是那个股本数据与存据 就是之前我有提到说他们要 创立这个轮船公司的时候 要筹资要卖股 所以这个是那个股本 他的股本其实整份 看起来是我那个红色跨湖里面的 就是左边是一个存据 就是如果你买了这个股的话 我金门公司会收住这个存据 那么右边那个是你的收据 就是买的人会收回那张 所以我们这个年份是大概23到24年的时候 就是多少人买了多少股 玩了多少钱 还有是谁买的 所以里面都有这些细节的资料在里面 我们还看到特产里面有很多这些 劫测录了 那这个劫测录我调出来是 有关于旅社部的 也有关于轮船的 通常劫测录的信件里面 它会有三份 就是第一份是说明是给谁 董事部 然后是几十 然后它的内容方面就会讲说 我这里有几份 是关于结出几十到几十的 然后如果有一些其他事项 它要简单报告 也会在第一份这边提出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那个劫测录 所以上面这个劫测录是关于旅社部正月的 同样的它上面是它的收入 它的收入我们就看到有这个所谓的占税 占税我怀疑应该是就是说 它那时可能就是有帮忙 如果你要运输东西可以放在那里 所以我收一个服务税这样子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当这里有人知道的话 我们可以大家商讨等一下 那它还有一个传单 传单就是可能是卸货或装货的 这个一个单据 那可能他们也有收费 那么还看到利息 所以它有一些利息的这个收费 下面那个同样是支出 就是那个付出的那个钱 那么我们看到它这个有属于服食课费 薪租还有薪金这方面的这个资料 那我们它就有一个总结 就是我付出和赚的这个减除过后是有多少 那么下一个框湖 它就是说旅社二月份的这个情况 再下一个就是三月份 下面呢是进行轮船的三月份 所以同样它上面是收入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是客 客数就是可能住的人的付的那个款项 那同样还有薪金 杂费这些等等 服食这些等等 那么一个总结 那么同样进行轮船二月份的 然后接下来是进行轮船三月份 OK这个是金门公司旅社部和金星轮的决算车 就是它 会包括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金门公司旅社部由魁海年十月到几号到几号的这个账目呢 列于左边 所以你看一样它上面那排是进 我们看到账税传单就是刚才之前我有提到的那些东西 那么它就一个小总结说右边的这些总共是多少 然后下面是支出就是我付出的 那么我还了什么行租 薪金 扎费 客费 服食这些等等 那里面呢还有就是关于金星轮船的 那也是就是魁海年五月到几时的这个进出呢 就列于左边 我们看到收入 客数就是人家住的 然后我们看到他付出有服食 扎费 电费 应酬 薪金等等 那金星轮船的来往账目还有这类型的 我们看一下 所以他就是说同样他一个标题就是金星轮船由几年到几月 还是这个所有的账目列于左 那上面是我收的那个钱 所以下面是我的支出 那我们看到支出有杂费 应酬 电费 购置 薪金 修建这些等等的资料全部都在里面 这个是金星轮船公司存于华侨银行的户口的这个结存 从很多这个特产里面资料 我们知道其实他们那时的这个户口是放在华侨银行 所以有的华侨银行的那个文件 那么你们看一下这个文件其实看下面那两份才是全的 就是左手边是那个银行华侨银行发给金门人传公司 说我们对数了你的户口有这么多钱 然后请你们确认 那右边的那个是公司发回给银行说 我确认了对这个数目没有错 就是这样 因为图片有点小 所以你看到我已经帮你做了一个总结在右手边 就是26到29年之间的大概每半年或一个一年的那个总结 还有一个事件我想特别提出就是关于1929到30年 他们就是金门石宝乡长还有金门县长 他其实像的这个金门轮船有限公司借款了2000元大洋 那我们收到的是有三封信件 那三封里面有里面有两封 他又夹了两个别两封的信件 这个是第一封 第一封是1929年 那么就是 当时他们就说这个金门各项的这个捐税呢 就是由外人包办 那导致这个物价很昂贵 那民生很辛苦 那么他们就听说了就是这个省政府 因为经济上的困难 所以想废除这个金门的这个省的这个身份 因为这个省的设立是会关于这个华侨背心才有的 所以很可惜如果废除的话 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提出可能以后这个捐税我们自己办 那么如果有这个盈余就可以作为这个金门县的这个管理的需要 那这个新任的这个黄县长 他在当时宣示的这个仪式 说他就跟这个各代表开了个会 然后把这个省政府当时的这个财政的情况就跟大家分享 那么就提出说这个提出这个想法 那么他同时也有说 因为现在县政府没有这个 据无分文啊 就是需要借款啊 那当时他们是记录说那个各代表是 没有人发意 那么有人就问说你到底要借款多少 那他们有回复就是说 每个月的那个花费是一千元大洋 那如果我要借两个月 就是有一个多余的银额来盈利的话 就是两千元大洋 那当时那时的商人没有人有办法就是承诺啦 那就有人提议说我可以不可以 就提议说向金门轮船公司借 所以后来他们就电报了这个 出门轮船公司 就说如果轮船公司同意的话 你可以派三位代表就跟这个黄县长一起到省政府厅那边 去请求说告诉他们这个方法啦 那我们看到他就有这个 金代表三人 就是代表华侨的代表 那么各团体的这个代表 还有公民代表 那么下面 他其实就是那个金门石宝县长的这个名字 他们十个人的名字 这是第二封 他第二封里面有两封信 第一封是这个黄主席就是那个县长所写的 基本上他就是说当时他们派了三个人 洪徐蔡三个代表 就是随黄县长去找这个省政府厅讨论这个事宜 那么 他们就要设立这个金门财政委员会 负责办理 那么委员会呢 由石宝县长各举一人 并各举候选一人 那但是呢 那个管理账费的人呢 关系很重大 所以他们请这个轮船公司的董事部呢 介绍两个人当任这个职责 然后他有说就是我们借出的这个2000年大洋呢 就是黄县长跟这个石宝县长会尽快筹诉 归还了 所以他这个是黄主席 他说他几时 然后写给新加坡金门伦传公司董事部的信件 那这份信件其实就是 洪朝焕写给报告给金门伦传公司董事部的 他就是说 我们前日又进程 就是跟省政府厅财政特派委员会面谈 然后就他们也很同意 就成立这个东西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报告说 这面谈其实很成功的 那我们就看到1930年就有一件事发生 就是这个也一样是一封信里面有一封信还有两封信 那第一封其实是写给 也是写给董事部 由这个陈志泽所写 陈志泽其实就是金门伦传公司经理的 他的第一任 他就写信给董事部通知 就是这个黄县长 他前县长他辞职了 那么他当时可能没有承报这个省政府 就是有借这个2000年代以让给省 这个金门省 那么省政府就说 他们现在的这个县长不能代为交涉了 那么应该找回这个黄县长或者找回那个当保人就是死保县长 就是讨论要讲归还这个数额 这样 这是内容 对不起 左边那个罪 信件呢 就是由那个信任的李县长写给董事部的 那么他是大概澄清了一下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电纯就是所谓电报 他们收到什么电报他记录下来 那几时收到 因为电报当时收费是比较安危的 通常是你有需要急需要才会用到电报这个服务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这个电报内容 我觉得应该也蛮重要 就是他记录的事情是很紧急的 那么我调出一些事件来讲 就是1923年金门曾经6月17日失线 那么金星轮是被舰队扣留 所以他停死了 那么当时他们轮船公司是请这个新加坡总理室出面教设 那么就是后来他们政府方面就回答说 OK你注册 那么我们等你注册 你可以要求展期行驶 所以海关监督那边就准展期三个月 但是因为农山部那边他的那个交通部注册呢 尚未批奉批啊 所以一直拖到24年4月29日还是没有 还没有成功 还是要再展期多一次 那这个事件后来怎样呢 我就没有在这个电报或者其他的这个文件看到了 那1928年 刚才我提到那个陈志泽先生 他就辞职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辞职 我们没有看到资料 那么他辞职那时候呢 董事部就收到很多封来自那个金门官方和非官方的信件和电报 要求挽留这位先生 那是我们还在信件 他这个信件里面有有那个原来的电报 还有很多这个官方和非官方机关他们寄来那些信件都有收在里面 我们还看到就是说当时因为这个陈志的辞职 其实有有过那个勤工就是罢工的事件 那相当紧急 所以那个董事部就马上就是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处理 OK这个电报并没有说后面发展怎样 但是我我们我有看到就是说28年过后 陈志泽还有还一直在管理 就是关于旅社部 还有轮船公司的东西 所以估计他是有留下来 那有包括29年 财政红病人生病 那么需要一个人紧急去暂替职务 他也有提到那个2000元借款与金门县的这个事件 那么1930年呢 陈志泽他他应该是辞职了 那么就是要派人来更替他的这个职务 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总结了 因为所以你大概我的这个讲解 你就可以看出金门会馆这个发展史 他其实就是很代表 就是在新加坡华社 以地缘和学员所成立的这种各种团体 在时代下他讲变迁 从早期这种祭祀到旧纪 到这个文化传才体 所以说一个很值得去让我们研究官了解 这个新加坡金门人 甚至是新加坡华社团体的这个历史的发展 那么从功能方面 我们知道刚才有提到就是福吉庙金门会馆 它是承载信仰 还有这个心怀相指的那个社会团体 那伦传公司和理事部则是他的这个商业的机构 那我们从这些文献就可以看到 这个金门会馆本身 它其实很有这个跨国性质和影响 因为它在这个金门的这个联系是很强的 知道今天也是这样 那在这方面呢 以资料来看 这些特产里面的资料来看 就是以轮船公司的旅社部的成立很明显 因为它直接就是参与了这个原草乡 他们这个就是运输行业 这些旅行行业这些的那个行业的这个活动 我的时间关系呢 我的讲解只能到这里为止 那么谢谢大家